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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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有首歌非常红 这首歌是《国际歌》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年 在这段时间中 有大量关于共产党的影视剧 或活动上 《国际歌》这首《红歌》 必不可笑 以往也有《中乐》、《摇滚》 最近连电音、动画版也有 而《歌》的中文版也有好几个 《流通》的版本是1923年 《齐三》和《渠秋白》 分别写成的两个版本 再混合在一起 之后反复调整过 才得到现在的版本 不过《国际歌》 就称不上《党歌》 因为中共并没有明文指定的《党歌》 反而在上世纪1918年至1943年 成为《苏联》的《国歌》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年 在7月1日早上安排了非常盛大的庆祝大会 而在28日演出的大型晚会 也排在7月1日夜晚播出 这一场晚会震荣鼎盛 也展现了真正无与伦比的舞台效果 和令人震撼的烟火和特技 这些活动作用是什么呢? 当然作为洗脑 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洗脑 每个国家都重视意识形态 因为社会的成长和竞争力 离不开信心 也只是人民的自信 但中国是不是靠这些歌舞声平来洗脑呢? 当然不是 中国利用的是战绩 这些活动只不过记录了这几十年的战绩 就像在举行晚会那天的上午 金沙江的百鹤吞 1600万千瓦的水电站正式启用 为了中国的西电东宋和减低泰排放 又卖进了一大步 不过如果国家没有战绩 那怎么算好呢? 不要紧 美国有的就是传媒 再垃圾一些都可以作 都可以脆 如星期一 Boomber公布了全球新冠疫情的恢复能力 的排名 美国以大量多到用不完的疫苗 和全面解除社交限制的两大优势 昂延排在第一位 还远远抛来第二三位的新西兰和瑞士 当然更远胜第八位的中国 如果就这样看这个排行榜 你简直会觉得 美国是红具榜首 疫后最强 或者有人会说 美国现在每天还有几百人死 万几宗确诊 那怎么办呢? 而且我还记得在疫情爆发之前 2019年10月 美国智库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 同样将美国列为最能够应付传染病疫的国家 同样昂延排在第一位 所以今天说美国疫后最强 你信不信? 反正我们死人都不信了 到今时今日 到底有多少人无辜去见上帝 才能改变美国政客的态度? 总之现在就一定要全力为美国人打强心针 无论怎样做 都要保住美国梦想角度的名头 所以就算埋在佛罗里达雅力底下的灾民 或者就算他们变成冤魂之后 都不明白州政府和市政府 为何要用16个小时 来确认联邦政府可以介入掌救 更不会明白 为何鄰近8个州的救援队 要在宝贵的黄金72小时过去之后 才能够加入救援工作? 当然经历过这几年 我们不能否认美国肯定是大话最强 可以用大话来洗脑 否则远在万里之外 东方一个小岛 又怎会有人蠢到因为不够自由 而要恐怖袭击竟然再自己自杀? 我是霍永强 多谢大家收听声电视快评